這邊先幫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活動 那有很多人在問說 一趴大獎初音的動態造型到底怎麼拿 在官方公布的消息裡面來講 他說你只要抽這三個卡池 只要抽一張卡 任選 就花五顆魔法石 就可以得到一趴大獎的動態造型 你可以選擇 星閃舞台 或者是明知封印的上跟下 明跟科 你可以三選一 你都可以去選 再不然就是在 這個禮拜五 這個禮拜五 十月四號會有 這個一趴初音大獎的加倍 你可以那時候抽 也可以獲得這個動態造型 那我們這個動態造型 從即日起到十月六號禮拜天 都可以獲 你知道抽卡它就直接送你了 然後剛剛觀眾統計 大家最想看我們抽這個抽卡機啊 好這個抽卡機 裡面會中背心模式0.8% 喔 我們就來看看這個0.8% 到底有多難中 好我們今天就直接 下重本 也沒有到下重本 就稍微的小試一下 十抽給大家看一下 十張 十張卡 其實只要抽一張喔 這是再度的提醒 就是只要抽一張 就有動態造型了 大家平常就不用抽那麼多 就抽一張 就等於是五顆石頭 換一個動態造型 跟靈魂 這樣子 雪狐 感謝你的三十塊頭 欸 背心模式抽下來是不是 黑色的啊 還是它是白金 啊 沒有 哈哈哈哈 第一張 第二張 我來看一下喔 欸至少要中那個 那個四霄孫策那一組吧 大獎至少要中吧 對不對 十周應該有大獎吧 沒有 金色 大家刷一波金 黑金 黑色 黑色 還敢抽鳥 還敢抽鳥 還敢抽卡冰鳥 欸中了 所以你要 你要抽這三張你可以抽這個欸 如果你很喜歡反殺的話 但 大家知道這三個 呃 是來騙石頭的隊長 好 第三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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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 走了三抽了 啊哈 沒有黑的 紅衣哪時候回來 在 現在在我的鐵圖中 可以看到 欸有 沒辦法抽到 廢鐵欸 廢鐵實在 可以 所以如果你缺這個 機械牛棚也可以 考慮抽這個卡池喔 好 四 第四抽 登登登 登登登登 又沒有 呵呵呵 又沒有 其實好像 明之鋒 好黑喔 完蛋了 今天運氣是不是跟 暗霸一樣黑 第五抽 然後 明之鋒印的上跟下 都會有 這個 廢鐵 廢鐵的一個 廢鐵系列 所以大家 缺這個 機械組卡池 其實上下都可以抽啦 然後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自己更喜歡哪個系列 喔這張卡片是神卡欸 長期減傷神卡 好我們就抽一半了 第六抽 為什麼這麼多石頭 儲 儲值啊 呵呵 正常發揮是不是 我就不相信 我就不相信 中不咬黑的 吸魔該出來了吧 貝吸魔是該出來了吧 貝吸是什麼 是獸類的神卡 祝龍又來了 祝龍又來了 第七抽 化糞池老真 真的欸 讓我們想起之前 抽卡的恐懼 大家 順便工商一下 我們頻道在這個禮拜二 要上的 時光機是 抽卡機的演變 所以你想要知道 我們之前有多 機率有多扯 其實之前抽卡的 情況就很像現在這樣啦 就是大卡池撈 化糞池撈卡 這樣子 第八抽了 剛剛聊天室 觀眾是不是騙我啊 什麼很好抽 到底是怎樣 根本抽不到啊 根本抽不到啊 貝吸魔是很強很強 對於純獸隊來講 很強 喔 你看真的是不是 如果你有 要玩機械主要 你沒有抽到之前的那個 廢血生命是可以抽的 好第九抽 快結束了 貝吸還不來 哈哈哈哈 阿虹早 柳城 柳城丁早安 這是黑暗 黑色安行日的替身攻擊 沒有啦 最後一抽啦 不要再相信這種 什麼很好抽的 都市傳說了 幹嘛抽不到啊 哈哈哈哈 幹嘛抽不到啊 不要騙人啊 我之前那個都抽到 保底耶 沒有沒有 你之前也沒保底 背心魔是 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也抽到 吐血 0.8%的機率 你還敢相信他嗎 大概是這樣啦 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卡池沒有什麼 這個黃刀十二攻 然後 所以你有 我來看一下上跟下哪個 比較值得抽好的 其實 我老實講 那個 上比較值得抽耶 因為有眼球 對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 兩個在挑的話 你還是抽這個好了 這個 抽這個上會好一點 但是觀眾很壞 就想要看我抽下 不然我抽一堆廢卡 對阿 大概這個意思 所以你們可以 要拿動態造型的 可以這個 考慮一下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來看一下 我們獎賞裡面 有沒有多一個動態造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動態造型 初音動態造型長怎樣 大家也可以 先看 再決定要不要抽 再決定要不要拿這個動態造型 我們來試試看 動態造型 剛好有六張 一張 對 好我們這邊換上動態造型 讀取中 讀取中 這動起來的一個感覺 喔 果然跟之前拆包的一樣 就是一個雷絲 跳出來 這個好像 聽大家講 這是很符合原作的一個 設定 就是原本的歌曲 就是有一點雷絲 我不太清楚 反正我聽觀眾說的 好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個動態造型 你就抽阿 不喜歡就別抽